这期分享五种天生败家的女人香 一 额头低窄的女人 额头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和见识 额头低窄指的是额头上方的发际线 离眉毛之间的距离较窄 如果女人额头长得窄小而低线的话 这种女人一般智慧脚底 目光比较短浅 做事只顾眼前 缺乏长远的目标和规划 而且极度心非常强 见不得别人过得好 喜欢贪图小利 容易阻碍到丈夫的事业发展 这种额相也是一种散财的表现 这种女人大多花钱没有节制 钱财总是左手进右手出 存不住钱 二 山根低线 鼻孔外翻的女人 鼻子在面相学中称为财博公 掌管着一个人的财富运势和聚财能力 山根位于两眼之间 若是女人的山根部位长得低线无视 且鼻孔外露明显的话 这种女人大多祖上根基浅薄 做事不顾后果 考虑问题非常的简单 花起钱来也是大手大脚 丝毫不懂得体谅丈夫的辛苦 眼里只有自己 憨徒享乐 只能同富贵不能共苦难 属于一种典型的漏财香 赚得没有花得多 经常入不敷出 即使家中有金山银山 也抵不住他们挥霍 三 下巴太监的女人 下巴在香学中称为帝格 也为帝库之所在 代表着一个人的积蓄能力和晚年福气 如果女人的下巴长得肩瘦无肉的话 这种女人大多头脑非常的聪明 但是太过于自私 凡事只想自己 整天脑子里特别的能算计 贪图与享乐 失不得一点苦 而且想法也非常的不切合实际 婚后也不知道关心和体贴人 花钱无度 与这种女人在一起过日子的话 她们整天会算计得特别清楚 即使是离婚 也会提前做好一切准备 让你人才两空 四 眉尾散乱 眼带下垂的女人 眉毛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情 和对他人的态度 眼带大小代表着一个人的自律性 和对生活的态度 如果女人的眉尾长得散乱不堪 且眼带明显而下垂的话 这种女人一般性格急躁 做事冲动 做事缺乏规划和耐心 自我控制力也比较差 没有什么理财观念 注重物质方面的享受 遇到喜欢的东西 不管有没有钱 都会想尽办法地去得到 喜欢把购物当成一种解压的方式 耗财严重 挣得永远没有画得多 五 双唇细薄 嘴大不收的女人 嘴巴代表着一个人的表达能力 交际能力和对金钱的态度 如果女人的双唇细薄且嘴巴较大 嘴型外图明显和不拢的话 这种女人一般话非常的多 还特别的喜欢讲一些大话 虚荣心非常的强 整天谎话连篇 不知道哪句是真 哪句是假 整天还喜欢搬弄是非 在他人面前挑拨别人的关系 个性要强 喜欢干涉男人的事情和交际 并且从来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 非常的不讲理 在花钱方面特别地享受那种与人砍价的过程 也非常享受花钱方面的乐趣 做事我行我素 不在乎别人的感受 花钱大手大脚 败财又败家 好了 五种败家面相就分享到这里 如有困惑看视频左上方 欢迎关注本频道 本频道每日分享相学相关小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